那看投资组合和风险报酬 投资组合风险和报酬 投资组合理论认为 若干种证券组成的投资组合 其收益是这些证券收益的加强平均数 但是其风险不是这些证券风险的加强平均数 投资组合会降低风险 咱们前面讲 不管是什么太平坚装还是降强科技 都是单独算这一只股票或者是这个资产 他自己的不同加权局下的平均收益率 只有15% 那如果说A资产平均收益率是15% B资产平均收益率是25% 我100块钱投到这里50 投到这里50 你说我这个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多少 讲道理应该是20%吧 他俩给拉平了平均了 所以说其收益是这些证券的加权平均数 刚才我说55开 一半投在这一半投在这 所以说拉平了 那是10%投在这90%投在这呢 那就是10%乘以15% 加上90%乘以25% 得出那个加权平均数 就是这个投资组合期望收益 那风险并不是这样 咱第一天讲课的时候 第一章 说上市零罗荒石米 零罗绸段随着历史长河的波动率是向上的 是这样的 大米白面五股高粱 五股杂粱 它是这样的 说你们家族把一部分资产配置到五股杂粱上 一部分配置到零罗绸段上 那么你的期望收益讲道理 是一条平滑上升的一条曲线 你既不会跌落谷底 你也丧失了超额收益的可能性 那因为你一部分配置到这种 五股杂粱的资产 一部分配置到零罗绸段的资产 你的期望收益率 就是这条线算完之后 应该是两个将加的加权平均数 你配置到哪 配置到哪 按这个百分比 加权平均数是一条线 但你看风险呢 几乎没了 很平滑的风险 没什么波动啊 不像这俩都这么波 它呢 没风险 所以风险不是这些正确风险的 加权平均数 你只要有不同的正确组合到一起 风险就有一定的比较效果 甚至可能像这条线一样 比较为零 没风险 那咱们算一下这种风险 期望报酬率和标准差 从公式角度上来说 什么叫加权平均数 这个公式 RP组合的期望报酬率 RJ组合中 这种投资的期望报酬率 AJ这种投资组合中的投资比重 RM组合中投资的 种类总数 其实就是加权平均数 你这个公式完全不用表 它大概其实啥意思呢 就是 这个 比如说A正确 B正确 C正确 一堆 A正确的期望报酬率是10% 然后你投了30%在里头 B正确期望报酬率15% 你投了40%在里头 C正确期望报酬率18% 你投了20%在里头 B正确期望报酬率20% 你投了10%在里头 那你说期望报酬率是多少 那不就是谁干嘛求和吗 他们各自的 这个比重乘以 各自的比重乘以报酬率 比重乘以报酬率 比重乘以报酬率 把求和和就得出来了 这公式你就不用看了 你就懂这个道理就可以了 后面这些你也不能看 投资组合期望报酬率 取值范围呢 它是在最低的期望报酬率 那个资产和最高期望报酬率 资产之间 刚才我举这个例子 最低报酬率是10% 最高是20% 你不管怎么搭配这个比重 你就全搭配到20%里 它也就是20% 全搭配到10%里 它就10% 最低不能超 最低不能低于10% 最多不能超过20%吧 你怎么搭配不能超过他俩呀 就这道理 希望报酬率 介于最低报酬率和最高报酬率之间 比如这个 超个 拒投资100万元 有两个项目 道香米业和路虎香迪 你听这名人就知道 这是无骨杂凉了 这是灵罗筹断的 路易威登普拉达 像奈尔迪奥 各占50% 如果道香米业和路虎香迪的标准差 相等且完全复相关 就像圣水凌罗黄石米一样 一个向上涨 一个就向下 一个向下 一个就向上 完全的复相关 他们俩的收益完全能被抵消 即一个变量的增加幅度 永远等于另一个变量的减少幅度 组合的风险 将会被全部抵消 如图所说是这个 豆豆呢 他投资100万元 与两个项目 道香米业和福瑞高粱 这明显都是无骨杂凉的 各占50% 如果道香米业和福瑞高粱 标准差相等 或者完全正相关 也就是说 一个这么波动 另一个也跟着这么波动 你买太假 给买一个 没什么太假区别 即一个变量的增加幅度 永远等于另一个变量增加幅度 组合的风险不减少 也不会扩大 你看同样是投资和两项资产 负相关的资产 完全负相关的资产 几乎把风险抵消没了 但完全正相关的风险 完全没有被降下来 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 怎么让风险降低的问题 完全负相关的证券组合数据 咱说 乔哥他投一部分50% 假如5块钱吧 投到道香米业 50块钱投到路口降低 01年到05年之间的数据 因为第一年报酬率40% 挣了20块钱 这第一年 因为他负相关呢 他赔了10% 赔了5块钱 这俩相加之后 对于整个100块钱的投资总量来说 相当于收益率是15% 20减5 15相对100块钱 挣了15% 挣15块钱 那这一年呢 比如说 03年 他赚了17.5 35% 这头呢 赔了2块5 赔了5% 这么一加总 还是15块钱 15% 如果你愿意算的话 各自算一下 他们各自的标准差 这个算完标准差之后 等于22.6% 这个算完标准差之后 22.6% 但是他俩按照这样的比重搭配 因为他是完全负相关的资产 搭配完之后 你会发现他收益率 没波动 那么标准差 没零 这就是完全负相关资产之间的 投资组合的优势 抵消全部风险 按照他们整体放在一起的 保守率 稳步增长 那完全正相关的 政策组合数据呢 高相米 不是高粮 逗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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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块钱在这 50块钱在这 这50块钱挣20 这50块钱也跟着挣20 同征 同减 波动曲线 跟你100块钱 投到单一的一个资产里面 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么此时 完全正相关的资产 没有风险分散化效应 这边 求完之后 高准差是22.6% 也就相当于风险 波动的风险22.6% 这头22.6% 组合完之后跟每组一样22.6% 完全正相关的资产 又不能抵消任何的风险 实际上 各种资产之间呢 不可能完全正相关和负相关 实践当中 现实社会中是没有这样的 这只是从数学上 给你构建出一两个特别立项的模型 所以不同的投资组合 因为没有完全正相关 也没有完全负相关 其实只要不是完全正相关 放在一起 就可以降低风险 只要不是完全正相关 只要不是完全正相关 放在一起 就可以降低 收获风险 但是又不能完全消除 因为没有完全负相关的 只有这种负相关的 才能消除风险 实际上没有 所以实践当中 现实社会当中 可以降低 它不能完全消除 一般而言 资产数目越多 风险越小 两种证券放在一起 咱们刚才那个公式 我说你不用背了 那是一个价钱平均数 两个证券 两个证券以上的证券 放在一起 它的期望值 预期值是收益率 是多少 怎么算 刚才算完了 那标准差怎么算 这么复杂的一个公式 它这个A 就是A1就是1资产 投资比重 表示投资比重 比如说一半一半的话 那就50%投资到1资产 50%投资到2资产 谁哥们呢 表示这是1资产的 正方就方差的 谁哥们2 就是2资产的 正方差 R12呢 是两项资产的相关系数 咱刚才说 完全正相关 那么这个R12 它俩完全正相关 就是1 完全负相关 这就是负1 如果半相关 半不相关呢 比如说是0.2呢 0.5呢 那这就是0.2 0.5 就是这种 这个数的取值 是在负1到1之间 负1就是完全负相关 正1就是完全正相关 那 两种正创投资组合的 公式 放在这 它是怎么来的 小学超过的 小学出众吧 完全凭方公式会吧 这蛮等于什么 A加D的平方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 A方加D方加2AB 那这个公式就这么来的 因为正常 A1谁干嘛1 加上A2 谁干嘛2 你给它平方一下 你再给它根号一下 它里面这个东西展开是什么 A1方C1方加A2方C2方加上2倍的A1A2 C1C2 是不是展成这样 根号了吧 那根完重合不就这个东西吗 它肯定不是啊 它就多出一个尾吧 212 这公式就这么近 就是完全平方公式展开之后长这样 多一个尾巴 212 统计学知识底子比较好的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叫协方X 叫协方X 那我清一下屏 那三种正串投资组合 它这个标准X怎么算 这么算 这公式长这样 特别长 三种 A1方X1方加上A2方X2方加上A3方X3方加上2倍的A1A2X22加上2倍的A1A3X1X3R13加上2倍的A2A3X2 A2,C3,R2,3 没事了 怎么展开的 A加B加C的平方 不就A2加B2加C2加2AB加2BC加2EC吗 就这么个东西 就相当于A1C1加A2C2加A3C3 扣起来的平方 你给它展开就长这样 我说考忘了考忘 曾经有一年 我全都说了一嘴 就考了这个 他单独考这个 量还没那么大 他考的啥呢 他给你两张表 你要先把他们的期望报酬率算出来 你再把C1,C2,C3 这是标准差 一张表算标准差 你知道那个式的就很长 算出来 然后你再算投资组合标准差 还是三种的 那一年这道题 就是你特别公关烂熟 就是熟到我这个程度 N计算器没半个小时间摁不出来 但凡你对一个知识生辟点 你就得折腾一小时 那你能达完卷 那不可能啊 所以那一年重了之后 就挨骂了嘛 大家都说 这是考什么呢 这是考数学呢 这还是考财务管理学呢 自然之后 就没出过三种的 但是 我这么跟你说 那一年是因为计算量大 挨骂了 他回头给你变一种形式 他为了考这个点 不给你增加计算量的 比如说他直接把这里面的元素 谁跟一谁跟二 不给表格让你算了 直接告诉你 然后问你三种政策的 投资数和标准差 这计算量还大吗 不大了 两三分钟就算出来了 只要你公式背着手 还有一种考法 选择题直接给你放出来了 下列选项能表达 三种政策组和投资 标准差的计量的有 咔给你放在这 你能不能选出来 这也可以吧 当年是因为计算量大 以后不是说这个东西不考 只是不太可能放计算题里面 一项一项的 让你自己算的考 怎么计 我已经说好了 要么你计它 计它你更疯 他说的是啥 M种正确 这是两种 这是三种 那这是45678种 大概其的意思就是啥 这个东西的方查 就是这个扣掉的话 在这时候就是加根号呗 给它们各自求和 A1 A1 A2 A2 然后A1 A2 然后A1 A3 A2 A3 A1 A4 A2 A4 然后就展开 不太可能再考三种以上的了 这个就有点更像是数学了 我简单说一下 如果是考四种的话 大概就不会考 考四种的话 就是A1 C1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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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X D 的平方吗 它你不会展开吗 有些东西它不会 那它不就是AE加B加C加D 乘以A加B加C加D吗 那就是A乘AE A乘D A乘CE A乘D 加乘B乘AE B乘CE B乘D 加上C乘4就有点 在D再乘4个 然后最后给他们和平同理相 相似的前面就加2倍了 就是这个道理 有些老师讲这样的时候 还用一个图给你画 其实这个图当年就是讲 完全平方公式的 假如就有三种的 A B C A B C 那这呢就是A方 这呢是B方 这不B乘B吗 这就是C方 这呢是A乘B 这呢是B乘A 这呢是A乘C 这是C乘A 这是C乘B 这是B乘C 那么就A方加B方加C方 加2AB加上2B 加上2AC加上2BC吗 这个当年就是讲B乘C方的图 你只要会展它就可以了 啊 我在这停留这么久 我现在跟你说 考试的时候 你至少要会掌握的是它 两个 两个 你如果能掌握这个两个的三个的 你不用特殊去背照常 我也背不下来 我也不是给它背下来 我是根据我知道怎么展 我一点点给它展开的 啊 三种四种你会展了 就可以了 这种公式完全不用看 就我一看都一愣 我得分析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是吧 不用看 想说啊 那里面这个R是啥 后面那个公式不有R12吗 它指的是协方差 除以两项资产标准差的成绩 协方差本身啊 它的数学的拉势是COV 括号 两个资产 啊 然后两项资产的标准差成绩 就CmX CmY呗 啊 它呢再往下来是这样的 用计吗 不用计啊 这个不用计 万一考到了 万一考到你就自己问 门心自问吧 这些年做什么捏了啊 这种大概就不会考到的 因为太数学了 但这个会考到啊 如果它这道题里面这么跟你说 两项资产之间的协方差是一斤 比如说是2 两项资产各自的标准差是斤 完之后 各自的什么投资理论也告诉你 让你算投资合的断差 你得知道这个R是这么算出来的 这个东西就叫协方差CmE2 啊 就这个东西叫协方差 告诉你协方差是几 告诉这个Cm1Cm2是几 你能把R算出就行 这个要几 算出R之后 带到这里 出来 好吧 然后这里面的性质要了解 还是公式你要是能背下来 这个性质你不记它 你不丑它 你也大概能提 大概提等这怎么回事 如果R等于1的话 那两个资产完全正相关 A1 方Cm1 方加 A2 方Cm2 方加上 2倍的A1 A2 Cm1 Cm2 R12 R12等于1完全正相关 R12等于1的话不就这样吗 那它开根号不就能开出来了吗 它原生不是这个东西吗 根号下 括号A1 Cm1 加A2 Cm2 的平方 因为有R12 所以不是这样的 那没有R12的 R12是1 那它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一开根号就是A1 Cm1 加A2 Cm2 那不就这个吗 所以说 完全正相关下 投资组合的标准差等于各资产的标准差 根据它投资比重加权平均 如果标准差能加权平均 说明这个资产之间叫什么 完全正相关 没有任何风险分散化效应 各项资产的加权平均数 那如果R12的-1呢 咱也知道 这个如果变成-1 这个就没了 这块是被负号 那不就是A-B的平方吗 所以说这块就变成A-B的平方 一边减号的话 再开平方 那得出的东西就叫做 A1Cm1-A2Cm2 因为你平方开根号 所以这个数必须得是个正数 所以加个绝对值 就怕你减出的是个负数 此时最小 如果它俩正好相等 那么甚至可能为0 当R为-1 完全负相关时 风险被最大程度的抵消 此时风险最小 甚至有可能为0 R等于0的时候完全不相关 你把0带进去 这个0带进去 那这块就是0 那这个东西就长这样 根号下A1Cm1-A2Cm2-A2 其实它的风险介于什么呢 介于两者之间 比加全平均 组合的加全平均数要小 要比0要大一些 介于两者之间 那R等于-1到1之间的任何余数 假如是0.5 那你自己算吧 就带进去 这个式子我就没写出来 只不过是1和-1比较特殊 我给你写在这儿了 剩下的任何一种 只要汇公式都能算出来 所以道题 假设太平全章的股票 期望报酬率是10% 标准差是12% 向香科技股票的期望报酬率是18% 标准差是20% 假设等比例投资于两种证券 各占50% 两种证券相关技术是0.2 要求 这相当于就把这个指标全给你了 也不需要给你两张表 让你去算这个东西 其实是咱们刚才那条题 前面已经算完了 当年就是要你算 又要你算这个 现在呢 如果是直接告诉你 要你算的话 其实计算量没有那么大 看一下 就把它带进去呗 报酬率是各自的加分平均值 因为你一半一半嘛 所以说14% 组合风险 公式放在这儿 根号下 你一半投到A里的平方 加上一半投到B里 这是标准差啊 标准差的平方 加上二倍的A1 A2 A1 A2 C1 C2 乘以R12 一算 开根号 等于12.65% 你可以发现 A资产的风险是12.12 B资产的风险是20 他俩放在一起之后 收益一半一半 但是风险才提高了一丢丢 12.65% 所以说投资组合有降低风险的能力 因为他俩相关系数不等于1 所以能降低风险 这道题 讲啊你自己算一遍啊 因为咱们这样的练习题很少的 你算一遍 16年这道题 市场上 有两种有风险证券 降箱科技和财产天装 价格情况下 两种证券 组成的投资组合风险 低于2的加成平数的有 只要它低于1 相关系数低于1 这仨都行 只要低于1 就可以 所以选ABC 注意这些文字内容 文字内容可能在选择题里面 是一种文字表述的选项 你只要把公式背下来 这些你应该能自己推倒出来 第一个 其他条件不变 相关系数越大 组合风险越大 相关系数唯一的时候 没有风险和加化效应 此时风险最大 二 相关系数的变化 与期望报酬率无关 组合期望报酬率 仅于各项资产 期望报酬率和投资比重有关 期望报酬率不就是各项资产 它按各自比重的加成平均数吗 咱刚才算的时候 加成平均的时候 也没有 技术在里头 所以说它与报酬率无关 证券组合的风险 不仅于组合中每个证券的报酬率 标准差有关 看一下 公式 A1 方 贝格门1方 加上 A2方 贝格门2方 加上 2倍的A1 A2 贝格门1 贝格门2 R1 2 不仅于标准差有关 这个吧 肯定它有关 而且与正串之间报酬率的斜方差有关 哪是斜方差 R1 2贝格门1贝格门2 是斜方差 斜方差影响相关系数 你可以说相关系数影响斜方差 它们有关 4 当一个组合扩大到能包含所有证券时 只有斜方差是重要的 方差变得微不足道 这个叫做充分投资组合概念 咱就这么想 假如市场有效 咱那个上证指数 大盘的上证指数波动是这么波的吧 大盘的上证指数里面包括好几千只股票 它举的什么例子咧 就是你按照大盘那个指数那个权重 投资了大盘里面的所有股票 所有正串嘛 就充分投资组合嘛 那此时任何一个股票 比如说某某钢厂高楼爆炸了 比如说某某公司一个月时给它拍平了 这个大盘的指数有很大的变动吗 蹭上去蹭下去 你不会吧 微乎其微的波动 那么导致你投资这种组合 你是赚钱了还是赔钱了的原因是什么 那就是这个大盘里面所有的股票 整体大概好像都涨了 或者大概都跌了 比如说今天股市不好指的是什么 所有股票今天好像比如说千股跌停 今天股市好 所有的股票都整整像 跟这个有关 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联动性有关 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协方差有关 跟他们自己的标准差 他自己爆炸了 自己飞黄腾达了 对大盘的整体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 因为你股票买的太多 大盘里面好几千只呢 一个就算当天涨停了 也不会对大盘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这种投入组合 我们刚才是用公式给他算出来 那算出来只能是一个点 比如说我40%投到A资产 60%投到B资产 算完之后 得出一个Figma组合 就是组合的标准差 或者得出一个组合期望值 那37开呢 28开呢 46开呢 55开呢 那每一个点我都要是求出来 然后画成一个函数图像 会怎样呢 就是对两种资产不同比例 全投到太平山专的话 那投资报酬率10% 标准差12% 全投到这里的话 将生科技 报酬率是18% 标准差是20% 那28开 46开 刚才才算过55开 然后或者是82开 咱们把每一种的报酬率 报酬率加成平均出来的 都到这儿 然后歌号下那个大队 那一大队 做出来的标准差 放在这儿 咱们能画成一个函数头像吧 这是连续的 那19开呢 对吧 那1.1和8.9开呢 都可以连续到的一个函数当中 那画出这张图 这个点指的是 你把资产全部投入A资产 此时风险是12% 报酬率是10% 风险是12% 报酬率是10% 这一点是指你把资产 全部投入B 风险是20% 报酬是18% 对应的这码是18 动轴是报酬率 横轴是风险 那你会发现啊 报酬率随着你投那个B资产 那个B资产风险 那个报酬率高啊 你随着投他越多 这个报酬率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趋近于他的 那风险你会发现 他俩呢 刚开始搭配的时候 有风险分散化效应 逐渐呢 因为你搭配的B资产 越来越多 他风险越来越高 先降后升 先降后升 风险就是先到这头降 横轴上一看 先降后升 二这个点 就是整体搭配过程当中 有一个投资比重 使得两者投资组合标准差最低 最小方差组合 最小标准差组合 一样 刚才两个资产 咱那道题里面举例是相关系数为0.2 划成这么多条线 假如两个资产 要是相关系数为1呢 相关系数为1 报酬率 是根据两个投资比重的 加成平均数算的 那么相关的那个标准差 标准差也是两个资产的 加成平均数算的 那此时 他的投资组合曲线 就是一条直线 他也不取了呀 就这条线 相关系数为1 就是他俩这条线 相关系数但凡小于1 他就有风险分散化 效应 就会向左慢慢凸出来一点 但是 风险分散化项特别大的时候 就会凸到什么程度呢 凸到超过这个风险比较低的资产 风险比他还要低 就会凸出一个肚子 好 证券报酬率 的相关系数越小 最好小到负1了 他那个肚子凸得最大 甚至呢 如果是负1的话 按照一定比重去投的话 甚至能 风险完全被抵消 为0嘛 就能凸到这个歪轴上去 相关系数越小 机会级曲线就越弯曲 风险分散化效应也就越强 R等1的时候 就是那条虚线直线 机会级是一条直线 不具有风险分散化效应 R小1 机会级弯曲 有风险分散化效应 R小到一定程度 才会出现无效级 就会往左往左往左 坐往左 偷出个肚子 什么叫无效级 来看啊 什么叫无效级 你说啊 我把资产 按照一定的比重 投资到这个点 可不可以 可以吧 投吧 但你会发现 你投资这个点的时候 它上面总有一条点跟你是相对应的 这个点 风险跟你一样都在这 但是收益却比你高 那你为什么要投他呢 你投他的不得 啊 他俩的比重肯定不一样 他的比重应该是倾向于 给币投的更多一些 投这不就得了吗 那你在这呢 你如果想投他呢 投他干嘛 你投这得了呗 你会发现 这个点突出肚子这条点 往下 都能找到一个点 比他更优势 那么下面作为基金经理 在做投资组合分析的时候 下面这些就叫什么 无效的 你投上面就好了 上面这条线叫有效级 2到6这一点 1到2这个点就叫无效级 当R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会望出秃个肚子 只有把它秃到这个点的左侧的时候 它才会产生个无效级 上面叫有效级 像这个小小的弯曲 还没投出肚子 那这都是有效的 也没有无效级的问题 小到一定程度 才会出现无效级 那这是两种投资组合 它的机会基础无度曲线 那如果是一堆 两种以上的投资组合呢 假如这个 这个图草率一点 这是1234个 相当于4个投资组合 你假设它是1万个 两种以上 证券所有可能的投资组合 会落在一个平面中 机会基础是一个平面 什么意思呢 假如这有一个A资产 这有一个B资产 这有一个C 这有一个D 假设这是1万个 好 你单独投资于B 那你的风险是这么高 收益是那么高 单独投资于B 风险是这么高 收益是那么高 你如果说按一定的比重 一部分投资于B 一部分投资于A 它就可能会突出一个肚子 相关系数 如果是小到一定程度 会出现这种情况 下面是无效级 下面是无效级 如果说一定的比重 投资A和B的话 别的不投 那它俩的线可能是这样的 这里面有好多种证券 我一部分投资于A 比如说10%投他 20%投他 30%投他 40%投他 那个点可能就落在这儿 就是一堆资产 按照不同的比重 那就是无数种组合吧 那它就会形成一种机会集 就是在这个面里 阴影部分 任何一个点 都代表着这些政策的某一种组合 这个点 突出的肚子 那点 是唯一的 叫最小方差组合 好 那这里面的有效级和无效级是怎么回事 咱单独看一条线的话 那无效级在这儿 有效级在上面 那 看面的话 你会发现 假如你想投资这个点 假如这个点的投资比重是 10%在这里 20%在这里 30%在这里 10%在这里 10%在这里 反正一万多个 好 假如投资在这儿 你会发现 不划算吧 这么做一条线 竖线 有一个点风险跟它一样 收益比它高 你为啥不投资呢 做一条横线 有一个点 跟它收益一样 它风险比它低 你为啥不投资呢 你会发现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找一个点 都有一个更好的点 收益比它高 风险跟它一样 或者是 风险比它低 收益跟它一样 再或者是说 比如这个点 咱在这儿找一个点 收益比它高 风险还比它低 对不对 这个点 收益在它上面 比它高 风险在它左面 比它低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阴影图形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点 是我们 投的优势点 咱直接在这条线上找就行了 所以一个面 也就是多个资产的投资组合图像的时候 只有这条线是我们的有效级 你就在这条线上投就得了 剩下的点的线都是无效级 有效级 位于机会级的顶部 就是整个图像的顶部 从最小方差组合点起到最高期望报酬率的点指 最小方差组合点起到最高报酬率点指 加速那个红色 提现 那它无效级呢 有三种情况 其实除了这个红色不都是无效吗 无效级有三种情况 一是 要么相同标准差和较低的期望报酬率 它俩去比相同的标准差较低的报酬率 第二种情况 相同的期望报酬率和较高的标准差 它和它比相同的报酬率 却有较高的标准差它低啊 较低的期望报酬率和较高的标准差 这个点跟这个点比 它较低的报酬率比它低 较高的标准差它比它靠右 标准差更高 所以说无效级里面的点 都是没投机的意思的 咱直接就投那些有效级就完事了 这就是我们基金经理最主要研究的内容 他选了深值股票 这深值股票 我按照什么样的百分比构成 能卡在有效级上 而不是卡在这些区域里 风险最低收益最大 下图列示了MN两种证券 相关系数为-1、0.3、0.6和1 投资组合的机会曲线 其中代表相关系数为0.6的机会曲线是 0.6 0.6你找呗 这是直线 这是突到那个歪轴上了 0.6应该是在它旁边那个呗 1、2、3、4、0.6是它呗 嗯 MON线吧 是A 这种证 因为它就是按顺势走的 按大小往下排 第三个 带有无风险证券的投资组合 咱刚才说这个机会集 是一堆风险证券的投资组合 咋一次勒 任何一个证券 它有一个报酬率 都对于你做波动风险 但是市面上还有一种证券 它是没风险的 比如说银行贷款 银行存款 或者是国债券 咱们视它为无风险 此时它的风险为零 有没有收益 有啊 国债才给你利息 收益力可能在这儿 这个点就代表比如说是国债 那么如果你想把钱 一部分投到这种无风险证券里面 国债里面 一部分想投到这些风险证券 比如说股票里面 那你这个一部分一部分按照不同的比重 是不是就可以又划成一条线 咱看啊 先别看它 容易被干扰 假如政府债券 政府债券 投资报酬率是5% 你的呢 构建了一个风险组合 比如说ABCD四种股票 一样投10% 20% 30% 40% 一加起100% 它们之间互相的比重是 10% 20% 30% 40% 构建出这种组合 风险 比如说是2 报酬率 假如是10% 你现在呢有100块钱 想50块钱 投资到这个正事组合里 50块钱 投资到 咱们这个债券里面 你说你的风险是多少 投资报酬率是多少 应该在这儿吧 1和7.5 那为啥是正中间呢 为啥不是个曲线呢 是个直线呢 你想吧 投资组合的风险是多少 投资组合的期望报酬率是多少 投资组合期望报酬率加成分析数吧 一半一半嘛 所以说在中间 投资组合的风险呢 根号下 A1F1 方方 加上 A2方 F2方 加上 2倍的A1 A2 F1 F2 R12 首先啊 这个式子当中 债券 国债券 它是没风险的 啊 这个R1假如 对 F1 假如代表的是这个投资组合的 标准差 F2 代表的是国债的标准差 国债没风险了 这个像是0 啊 这块呢 0啊 甚至它的相关系数也是0啊 国债的波动跟你这个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它0啊 所以说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了 那这开根号不就是A1F1吗 对吧 国债 和 你这个投资组合 按照一定比重配在一起 它的风险 就等于 你这个投资组合 的风险 乘以它的比重吗 你不是一半配当到这个投资组合里吗 那就是0.5 乘以4 1呗 那你之前是2 那现在就是1呗 所以说 政府的债券 视为无风险保守率的时候 你拿一部分钱投资到政府债券里 一部分钱投资到的风险组合里吗 它的风险也是加成平数 那就可以划销指向啊 啥意思嘞 一半一半 那个投资组合的点就在这吧 那28分呢 20% 投资到政府债券 80% 投资到这个风险组合呢 那就在这呗 19分 假如10% 投资到这个风险组合里面 90% 投资到国债券里面 那就在这呗 这段线段代表着就是 你把100块钱按照多少比重 投资到政府债券里 多少投资到你的风险组合里 那这条线以外的这部分呢 你是风险厌恶性还是风险偏好性 我是风险偏好性 我觉得不爽 我拿100块钱玩 不够刺激 我给银行再贷款 再贷他1000块钱 就玩这个东西 好 你跟银行贷款这个利率 我们这里面假设是 你存款利率是5% 贷款利率也是5% 这叫无风险利率 存贷款是一种无风险的 正事交易 都是5% 如果你100块钱玩不够刺激 100块钱全投资的风险组合里面 你这个点就在这呗 你还想再借100块钱 投资到风险组合里 那你的点就在这 相当于你再拿200块钱 投资到风险组合里 你就跟别的银行或者是 那么债券人什么的 又借了100块钱 你就有200在这 300就在这 就往上去了 这个点 风险组合点 是你100%的资金 投入到风险组合当中 这个点的左侧 是指你一部分钱 投入到那些无风险组合中 一部分投资到风险组合中 这点的右侧指的是 你借来更多的钱 你无风险报酬率 借来更多的钱 投资到风险组合当中 投的更多了 那咱们回到这条线上 这个蓝线就是刚才那条线 假如你选的投资组合点 是这个点 无效比例的一个点 这个点 假设就是10%投到A资产 20%投B资产 30%投到C资产那种 那种比重 如果你说你一半钱投资到政府债券 一半钱投资到这个风险组合点里 那你的整体风险点和收益点就在这 收益在这 风险就在这 28开就在这 82开就在这 不够刺激 你想借100块钱再去投 那就在这 借200就在这 借300就在这 那咱刚才说了 这个点不划算啊 你100%的钱投资到这个点 上面有一个点比你收益更高 风险一样 左边有一点比你风险低 收益跟你一样啊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总能找着一个更合适的点 比如说找到这的 更合适吧 那你就会又连一条线 上面总还能找着一个点更合适吧 你就又连一条线 你会发现这条线往上移 往上移往上推推 推到哪的时候推不动了 到这 红色的线 是指你一部分钱投资到政府贷券里面 一部分钱投资到 风险组合当中的某一个点 这个点是这条线 与这个红线的切点 这条线推到哪推不动了 推到唯一那个焦点上 切点 你在方向推他俩没交集了 你把这线画这成他俩没交集了 没意思了吗 你得是这个底里面有一个点 让他俩连线 这个是收益最合适的那个点 这个同学知道吧 一个线和一个弧线的 这个线是这个弧线的切线 切线的点是唯一的只有一个点 这个点我们命名它为M点 就相当于在这个机会集里面选了一个点 这个点配比是ABCDEFG各种资产按照一定的比重配版比 我要是把钱全投到进去 那就是风险在这收益在这 我要是一半一半投的话 那这个点就在这 风险在这收益在这 要是再借100块钱就在这 M点的左侧是贷出资金 把钱投到政府债券里面 或者是借给银行 就是贷出资金 这个点的右侧是借入资金 或者抛售做空债券 这个复杂了 做空债券 就是反正把钱弄到手里来 借入资金 M点叫市场均衡点 咱们这一步一步讲到这 在讲什么呢 你会发现投的组合 这就是你们玩股票 为什么玩不过那些基金经理 先把这个两个正事组合 找到哪些叫无效级 哪些叫有效级 一堆正事组合 找了一堆无效的 只有这条线上有效的 然后在存在无风险报酬这个正事的时候 我们甚至找到了一个点 只有这个点是有效的 比如说一些风险比较低的基金 他那个基金就比如说稳步增长 日日盈基金 他会说我们这里面前一半 投到了一些企业债券 国债券去 一半投到风险股票 那就是类似于这种模型 在这个点上 但他要找到那个点 去找到这条线 得找到这个点 他随便里面在这里面找到一个点 画的那个线都不是最优的 前面讲那个投资组合 两个正事投资组合 大根号公式 说你觉得难就这个 你觉得难 它是最简单的 它没有难度 在哪呢 公式是死的 考试数直接给你 往里一带就出来了 而这个是现在我们讲的第三章最难的 它是需要理解的 它没有任何的公式问题 你理解它才能达出那些文字题 那些定性描述题 文字 若存在无风险证券 那么新的有效边界 就再也不是之前那条红色的出现了 而是一个点了 新的有效级边界是经过无风险利率 并和机会级相切的直线 新的有效级变成这条线 红色的线 这条直线称为资本市场线 切点为M点 这个M叫做市场均衡点 资本市场线 市场均衡点 既存在无风险报酬率的有效级 就只是这条线了 风险组合的点 有效点 有效级就只有这个点了 那组合报酬率和风险 蓝色的公式不用备 它的总期望报酬率等于什么呢 等于风险组合的期望报酬率和无风险报酬率的加全平均数嘛 加全嘛 假如它是60% 那它就是40% 加全平均数 加全平均数 Curl可不可以大于1 可以啊 比如说Curl是160 160% 那它是什么 这个1-Curl就是-60% 也行啊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你有100块钱玩风险组合还不爽 你又见了60块钱 得拿160块钱玩风险组合 这头呢 见了60块钱 人家比你要利息一样 你得把人家的利息给它抠出去 所以是-Curl 如果小于1 代表你有一部分钱买了风险组合 另一部分钱带出去了 或者是存到银行存款 或者买贷券的 就带出自己 如果这个Curl大于1说明 你拿所有的钱买了风险组合 你还见了一部分钱买了风险组合 Curl代表的是自有资本总额中投资于风险组合的比例 Curl等于风险投资组合的资本 除以自有资本总额 其实不重要 你就理解我刚才一个160%和60%的一个代表就可以了 还是 这一篇文字和公式都不是很重要 主要记得就是这张图 你给我看不看懂 听不听明白我讲什么呢 回头考文字的时候 他可能考教材上写的这些文字 他也可能考额外的自己瞎编的 编出那些东西 可能是不对 因为他瞎编的嘛 但是你得知道这个图怎么回事 他瞎编那个东西 哦他瞎编的不对 你能看得出来 能选得出来 好吧 这里面 涉及到一些资本市场线的结论 一共六条 未来所有在这块考的选择题 都是在这六条上延展出来的 换句话 都是这个图上延展出来的 第一个 资本市场线的斜率等于风险组合 期望收益率 减去无风险比率除以6 哎呀 斜率好的 这条线的斜率等于什么 是不是这条线延长之后 以x轴的夹角 那咱们在这做一条线呗 这俩不是同位角吗 相当 那就是这条线和这条线夹角的 的摊借的角 摊借的角是什么玩意 这个角 摊借的怎么算 这条线的长度 比上这条线的长度 那这条线的长度怎么算 这个点减这个点呗 这个点是 风险组合期望收益率 啊 画财长了 你可能不好看 画到m点 假如你选的是 所有的资产全投到m点 摊借的这个角 那就是这条线 比上这条线 啊 那这个点呢 m点 假如这个点是m点 这个点呢 就是风险组合期望收益率 那这块呢 长度减去啊 不就是无风险利率吗 投资组合的风险保守率 就是无风险利率 除以风险组合短准差 这个长度 那不就是这个点的 风险组合的短准差吗 所以是 风险组合投资保守率 减去无风险保守率 得出这个长度 除以 风险组合的短准差 就是摊借的这个角 就是斜率 斜率求的方式有两种啊 第一种是摊借的这个角 一种是等y等于a加bx嘛 你给它转换成这个直线公式 其中 a加bx 其中这个b 就是斜率 啊 只不过这道题呢 因为没给你指线 没给出这个直线方程 你瞅这个b不太方便 而已 所以你就不用用这种方法 以后我们也会讲这种方法 碰到了就会用 等会马上讲到正确市场线 就会用 啊 看这个这个角 截距是什么呢 截距是这条线 与y轴的交点 到原点的距离 就叫截距 所以截距就是这个 无风险保守率啊 对吧 第三个 市场均衡点m 是唯一的有效的风险资产组合 是所有证券 以各自的市场价值为全数的加钱平均组合 也成市场组合 这个稍稍难理解一下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市场啊 你说那个上证指数 那大盘这个指数长这样 然后你玩那些公司 是不是有市值几千亿的 也有市值几十亿的 也有市值几千万的 为啥呢 是不是就是整个市场上 大家的投资人认为 几千亿的公司值几千亿 几千万的公司值几千万 他们的钱自然就在社会的融通 给配比了 好的项目自然就融到了几千亿 差的项目自然就融到了几千万 是这样吧 那大盘的上证指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可以有兴趣白头查查 其实就是按照各自的权重 按照各自市值盘子的权重 算出来的 你是两千亿的权重就给你带着 你是两千万的权重就给你小一点 所以说两千亿的那个公司 如果要是波动了10% 大盘影响的就很大 两千万那个波动10% 大盘可能都没反应 那如果说整个上证指数 代表着这个社会里面所有的股票 或者邓雄斯指数也行 纳斯达克指数也行 就是反正这个市场里的所有的股票 按照各自的市场价值 全数 加均平均组合 那就基本是那个指数了 按照这个指数你去配置你的资产 那我们叫它市场组合 就叫充分投资组合 就相当市场有效 市场上所有的现金 所有的资金 按照各自的权重 按照这个是好项目 这个是差项目 已经融通完了 的那个组合 这个组合 就是现在的市场组合 最有效的 那现在也有债券 也有银行分款 你跟它之间按照不同的百分比配 就会得出这条线 如果市场完全有效的话 假如咱们在第一张选择市场有效 其实现在市场无效 咱们可能还没达到弱势有效 就假如市场是有效的话 现在那个市场 现在那个市场 股价市场股票市场 就是最完美的 没有任何信息是真的市场 那么这个线 算出这个减 贴点 就是现在上证指数 或者是各种大盘的指数 按照各种资产权 配出的那一点 所以它叫做唯一的有效的 股票知识不是特别丰富的同学 这块你可能就 不用太过理解 你实在理解不同 因为你没有玩股票 你理解的就很 愣 你理解这个东西 可能不是真的 所以说呢 你就给它记住就行 M点是所有证券 放在一起 按照各自权用 唯一的那个点 它也叫做市场组合 因为你理解了你意的背这个词 它叫市场组合 第四个 在M点的左侧 投资者将带出资金 买入无风险资产 M点的右侧 投资者将借入资金 进一步追投M 这个点左侧是带出资金 这个点右侧是借入 像刚才说过的 投资者个人的风险偏好 不会影响这条线的位置 也不会影响机议会集 这个点的位置 它只会影响你的带入资金 和带出资金 就是我是一个风险厌务省的 我不想去玩那些风险 那你上这来 买一堆这串得吧 你想有点风险的收益 那你就放在这呗 你这个风险极其偏好 那就放在这呗 介入前买股票吧 所以你个人的风险偏好 只会影响你在哪一个点上 买股票还是买债券 并不会影响M点的位置 不会让它最小线画到这 或者画到这 不会的 第六个 预计通货膨胀率提高时 无风险利率会随之提高 它所影响的是资本市场 现的拮据 什么是通货膨胀率 市场整齐利润率提高 今天一块钱买一个苹果 明天有两块钱买 通货膨胀率百分之百 此时 无风险报酬率就得提高吧 你说明天两块钱跟今天一块钱一样 你还给我5%的报酬率 是不是我就不买债券了 所以说债券的利率就会提高 债券利率提高 那股票也一个道理 你15%的收益率 明天苹果就卖两块钱了 你还给我15% 它也会提高 所以整体这条线和这个图 都会向上平移 这个图也平移了 这个线也平移了 画的是平行的 平行的跟这条线 它只会向上平移 平移完之后 这个拮据就会变大 所以通过膨胀率提高的时候 无风险报酬率会随之提高 它所影响的是资本市场线的拮据 并不影响它的协力 就是这个弯曲的程度 也就是这个贪置的角 这个比这个不会变化 对这个图 资本市场线 理解了之后 这六个 除了第一个以外 其他的 除了这个第三个以外 其他的应该是都能掌握的 你通过图慢慢自己分析就行 考试的时候也不止考的六句话 没准给你插进去这个什么话 你自己也得通过这个图分析 而不是通过这些文字 读解 因为文字不直观 你不知道这些文字在说什么 第四年这道题 下跌因素中影响资本市场线 聚恒点位置都有 影响M点位置的呗 影响这个点的位置的 个人不会影响吧 影响的是无风险的率 因为这个点是怎么画出的 是无风险报酬率到这个投资组合的 风险报酬率这个点的一条直线 这个点肯定会影响啊 这点如果高的话 这条线就这么画了 是吧 M点位置就变了 咱从这个图上来看的话 如果无风险报酬率在这的话 这个投资组合还在这的话 你想画这个点和这个的切线 这么一画的话 这切线可能就干到这来了 就不在这了对吧 这个切点就在这了 风险组合的期望收益率 会啊 这个地方如果再低一点的话 M点会更往上 这个图要是再往上一点的话 M点就会靠左一些 会影响啊 风险组合的标准差 会影响啊 投资者的个人的风险偏好 这个不影响 只会影响到你的代入资金量 和代入资金量 风险组合的期望收益率 代表这个图是高是低 投资组合的那个标准差 代表这个图是在左吗 还是在右吗 都会影响到M点的提点为止 所以选ABC 如果从公式里来判断的话 你就看这个 投资组合的相互报酬率有吧 投资组合的风险标准差有吧 无风险报酬率有吧 没了 它影响了协定 拮据也是无风险报酬率 在这里还有 有吧 有 其他的没有 CYT小A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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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AD是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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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